小猪下定决心准备越狱 卯足了劲往前奔跑 喷咚一声 自己被撞得晕头转响 但木板紧紧摇晃了两下 其他动物看到这一幕都冷潮热 认为小猪是个傻瓜 怎么可能撞开坚固的木板呢 小猪不信心 再次奋起冲锋 然而依然失败 内心充满不甘 听着嘲笑声 再一次使出了吃奶的劲 终于成功撞开了木板 它迅速奔向田野 希望能追上主人坐的校车 然而 农场主却在农舍里敲打铁桶 示意动物们开饭了 小猪听到声音后 回头看了眼远去的校车 连忙跑了回去 毕竟干饭猪干饭才是最重要 而小猪作为超生的奶 原本注定要被农场主拿来探跑的 不过农场主的女儿朱丽亚阻止了父亲 她决定自己亲手养活这只小猪 从那一天起 每天都有小美抱着小猪亲自喂养 甚至还特意坐了一辆婴儿车 每天 她还会推着婴儿车带着小猪穿一散 看着这一面 令人不禁感叹 八戒都没这么舒坦 就这么过去了一段时间 小猪已经长到了三百斤 家里已经容不下她 只能将小猪送进农庄 与其他动物一起生活 这天下起了雨 小猪想邀请其他动物一起去尼坑里打铁 不过没有一个动物领会她的请求 无奈之下 她只好独自享受这份乐趣 到了晚上 小猪发现小美没有来看望她 只好孤零零地对自己说晚安 然而 突然有人回应了她的晚安 小猪急忙问是谁 但对方告诉她 第二天就会知道答案 于是 小猪怀着满心期待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迫不及待地询问其他动物 却没想到竟然是一只大蜘蛛 其他动物都震惊了 马甚至嘶叫着让小猪离得远离 但憨憨小猪可不在乎 小猪询问蜘蛛是否可以叫她鞭王 蜘蛛微笑着告诉小猪稍等片刻 并迅速爬到一个苍蝇的身边 她吐出丝线 将苍蝇巧妙地包裹其中 小猪感到困惑 不解地问蜘蛛是否打算将苍蝇吃掉 蜘蛛急忙解释说 她只是轻瘦了一点苍蝇的血 口感鲜美 并不想吃掉它 旁边的马听了之后 直接就晕了过去 旁边的动物们纷纷指着大蜘蛛 说它太残忍了 不过大蜘蛛并不在意 而是静止走到小猪面前 表示愿意与它成为朋友 小猪听到这个消息后 高兴地原地转圈圈 尾巴不停地摇晃着 发出愉悦的声音 就在这时 一只大鹅听到了动静 飞快地过来凑着 然而 当大鹅得知蜘蛛交了朋友时 嘲讽地说它眼光真好 选蜘蛛做朋友真是令人恶心 大蜘蛛听到这话感到有些难过 不禁泪水涌上了眼眶 不过小猪却不介意 仍然愿意与它做朋友 每天在它编织的猪往下聊天 它们的笑声回荡在空气中 它们以为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余生 然而有一天 杰瑞告诉小猪 它将无法度过严寒的冬天 因为它会被送到屠宰场做成活动 小猪吓得木凳口呆 但蜘蛛下定保证 自己愿意帮助它 承诺会让它活下来 第二天 牛奶工人进入农舍 抬头一看 吓得木凳口呆 因为蜘蛛竟然用猪撕血下了一句话 小猪是八戒 这一特殊奇闻很快就传遍了小镇 引起了镇民们的震惊与好奇 纷纷前来围观这只具有神奇能力的小猪 媒体也争相报道 将它登上头条 人们的欢呼声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然而 几周后 小猪的热度逐渐消散 动物们聚集在一起 商量着怎么让小猪活下来 于是大蜘蛛开始了第二次编织 第二天 牛奶工人再次见到了这位猪王 上面写着 天鹏元帅 人们再次勇来观看 热情高涨 农场主看到商机 当即摆摊卖起了东西 秋天来临时 小猪的热度再次消散 农场主开玩笑说 要将小猪熏成火腿来吃 小猪听后脸色苍白 不禁颤抖起来 但蜘蛛不愿让朋友就此被宰杀 他默默地思考着 整夜不眠地想出了更加吸引人的词语 这只小猪表演了个后空翻 为的就是跟农场主证明自己还有价值 却不成想听到农场主打去吧 如果小猪输了比赛就将他探考 听到这的小猪腿都软了 直接倒头就睡 到达比赛现场 大蜘蛛先去观察对手 然而对手黑头大 一条腿都比得上小猪中 杰瑞看到了都赌定小猪会输 不过大蜘蛛却十分乐观 他相信奇迹的存在 也相信小猪的实力 最终 小猪不负众望获得了选美冠军 欢呼声震天动地 掌声如雷 朱利亚也因为点赞在几天后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在欢快之际 大蜘蛛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他没几天活了 现在小猪不会再被探考 所以大蜘蛛唯一担心的就是他的财 他恳求小猪将蛋带回农庄父王 这是他对友谊最后的要求 小猪悲痛欲绝 而农场主此时也敢来 准备接走小猪 他们无能为力 只能让杰瑞将大蜘蛛的蛋扔在地上 然后让小猪含住蛋挡回家 最后 在蜘蛛的注视下 这两个挚友的最后一次见面结束 回到农庄后 动物们看着小猪的讲台 都为他喝彩欢呼 不过小猪并没有丝毫开心 他将蜘蛛蛋轻轻地放在地上 凝视着门口的猪王 动物们似乎想到了什么 纷纷低头默哀 他们分工合作 月夜守在蜘蛛蛋旁等待孵化 他们将这份责任 看作是对蜘蛛的纪念和成梦 随着冬天的来临 小猪第一次看到了白色雪花 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变换和脆弱 他对蜘蛛的思念愈发强烈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蜘蛛蛋终于孵化出了一群小蜘蛛 他们继承了大蜘蛛智慧和善良 随后开始了吐司 随风飘扬 如同漫天的蒲公英一般 开始前往北地 小猪目送着他们离开 不过却发现还有三只小蜘蛛留下来 重新在大蜘蛛居住的地方安家 小猪趴在地上看着猪王 他明白 真正的友谊不仅是一段美好的 更是一份永恒的承诺